大家好 现在很多老板都是把自己的办公室装成中式风格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中式风格装修的办公室呢 这个应该跟中国人对文化越来越自信的 这个有关系的 一般的话 红木办公室的话 标配沙发 办公桌 书柜 然后一套茶台 我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有红木搭配的办公室的样子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办公室装修整体的样子 整体的样子其实就是三大件 沙发 书桌 书柜 然后茶台 下次可以放一个薄谱架 放个薄谱架在后面 我觉得这样搭配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沙发是红山枝 书柜说柜是大红山枝 然后你们知道这个茶台是什么茶台吗 茶队的有讲过 办公室放的沙发是巴黎黄潭的 红山枝的茶阳冷冷沙发 因为这个办公室比较大 所以它能够放在11件套 放11件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款式的沙发也是比较经典的 非常经典的 至于为什么放这一套沙发 因为这个棒是整体装的都是深色调的 然后我也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选颜色 选颜色看着大气 因为我之前放的是免电画面 然后那个颜色 我一会可以去拍一下之前那个棒的样子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具体的哪一个颜色更好看 还有更好看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套沙发的一些细节 这套沙发的三人位 它是常规尺寸2米2的 然后它11件套的占地面积是3米6乘以3米6 所以一般有这个空间的话 基本上可以放得了这一套沙发 其实一个办公室的茶台是非常重要的 平时的话很少坐在沙发上面 谈事情基本上都是在茶台上面谈的 然后这个茶台的话也是挺漂亮的 对这个是主人位 其实我当时想换一把棒棒 然后就换了一个没带扶手的 然后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这一套茶台 它的腿是马蹄形的 然后也非常简单 然后一个办公室办公桌跟书柜肯定是少不了的 然后这个书桌是2米的 书柜的话是3米2的 上面摆的东西太少了 一般的话这个办公室 其实还是可以配大一点的 因为不想太大 这个书桌的话是大红山枝的 是好几年之前做的 放在盏 放在墙里 没人用 然后就自己翻过来的 书柜的话是3米05的 上面摆的东西太少了 下次多摆一些书 今天的话把办公室的搭配就介绍到这里 我觉得这样装的话还挺好看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深色系的 看的比较耐看 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欢迎评论转发 点点下方的关注 谢谢大家